台湾 台湾弹唱艺师郑美带来一曲台湾式宝岛为活动揭开序幕 2022台北狭海城隍文化节即将在5月28号登场 台北狭海城隍庙协同文化局大同区公所台北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以及台北地下街与大道城店家 透过庆典活动为城隍老爷祝寿 祈求疫情早日退散 那当然很感谢区公所文化局新文化运动馆台北地下街 还有所有在地的好朋友店家一起支持 让我们这个活动在2022年能够顺利的举行 在这一整个月 从我们第一个礼拜的有非常多精彩的新旧的演出 有北馆南北馆的有现在的电器神将的有现代舞的 然后二胡的也都有 然后到在第二个礼拜六月三号到五号有市集 然后六月五号还有人还愿歌仔戏 很感恩的啦 然后六月十二到六月十六 就是我们狭海城隍的祝寿法会 那其实就非常的热闹 那再加上地下街跟我们的区公所 都有各自线上的活动 可以这个看影片 然后我就可以hush tag 或怎么样就可以抽到大道城店家好礼 那来地下街是可以做满额证 就是满一定的额 这个金额就可以拿到城隍庙的祈福品 这个是非常的难得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大概是整体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这一次我们的设计也是很炫彩的 为什么希望用温暖 然后希望用喜气的方式 把疫情冲散掉把它带走 那我们希望迎来更好的 这个我们的未来这样子 大道城是悲哀对吧 大家知道大道城我们大队里面是悲哀 那在这里有很多现实 现实 子弟宣舍 那有这样子的文化 那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薄 可是也不能缺席 所以呢就很希望说呢 可以藉由小海城隍花季这样的机会呢 也把我们大道城宣舍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艺术活动 推广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来好名叫做神乐队来不秀 有什么叫做神乐队 那知道我们开古代时 差不多一百年前 我们这婚伤喜庆还是贏仙红 妙记的这些音乐啊 都是我们的北管乐 或者有一些是南管乐 然后呢大家只要听到这个音乐 就知道说今天有那些事有老人 所以呢会说他们这些乐队其实是心灵的乐队 但是我们给他办一个来不秀 现实可以让大家听到 因为现在时代比较不一样的 听北管乐的人很少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啊透过小海城隍花季这样的号召力 然后呢在这个活动里面 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解说 拆解 然后跟宣摄的表演 让大家知道说 哦原来这些音乐 它有一些怎么样的背后的故事 它是怎么样子在运作的 活动中一大亮点 还有这座全台唯一的城隍毛线庙 5月28号到6月26号 将在永乐广场供民众拍照祈福 因为我们的工作室 其实也就在大稻埕那里而已 然后我们进到大稻埕的时候 我们真的觉得在地的文化 非常非常的甘心 因为我们是 其实我们是南部人 然后南部都会有聚落的感觉 可是我们来到那个永乐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好像回到我的家乡 真的真的 因为我们在做这间庙的时候 隔壁的邻居们都会跑过来说 啊有没有妹妹 啊有没有要帮忙一下的 啊妹妹 啊你这个东西怎么弄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 然后我们在制作当中 其实我们也用了很多不同的毛线的技法 然后其实这都是大部分很多立体的东西 都是妹妹手工吃出来的这样 对姐姐这只是负责讲话而已 然后大部分都是妹妹做的这样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木工 然后整个建筑都是James制作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制作过程其实都会有很多的疑虑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把老爷做成这样 老爷开不开心 所以我们姐妹睡觉之前都会打趣的说 啊如果今天晚上老爷有跟你说什么 明天早上我们再来改 这样 我们还有特地去 庙里宝贝问看看他满不满意我们的设计 然后出来是醒贝 好谢谢 那我们回去继续做 然后其实看到前面的东西 我们都真的就是可以 就是 就是有异乡是像庙里面可以拜拜 或是他也有做这个宝贝出来的样子 对然后我们就是想要把城隍也复制成一个 毛线的状态 连神帽其实都是参考真正神帽的制作方式 去做出来的 对但是这次案子很有趣 就是我们可以体验到就是我们纤维 其实有不同的创作封面 然后可以把材质玩到这样的程度 也谢谢台团这是给我们机会 有感于疫情肆虐 台北沙海城隍庙也连续三年捐赠防疫物品 今年则是捐赠了一千支快塞剂给消防局 温暖守护防疫人员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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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说是来台200年 是不是要有个活动 我都准备好了 真正的 今晚就开了 结果 结果不可以贏 不可以贏 我要怎么 我只没拿去淡水 我也没有那个破例 只有一点点的钱 然后就帮忙台北市政府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 七千的什么 体温的计 也不是额头的 就是一般的 但是七千支也算个数目 然后到了去年 他还说不可以 我也有准备 没有准备很多 结果我们的大同 有一个第四大队的消防 他们就跟台人说 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一千一百件的 YES 你看 为什么他们知道 他们颁奖给我 就说有爱心 然后第三点就今年了 我就还没开始 消防队又来了 太战 他说要在什么 我们没多少 不是护不去 真的不是护不去 连抢都抢不到 后来我只有捐一千支而已 如果你说 我没有塞过 我没有 我把我那一支也献出来了 谢谢 我真的爱各位 今天如果没有宝宗姐被我骗 一年一年 每次搞活动都来这里搞 第一个遮风避雨 第二个有冷气 第三个 女傅都会带的不是我带的 所以我真的好感动 然后现在我们的邻居 还有麻祖过来 还有那个印度舞过来 我们那个迪化街上好多文化 还有好多那个我们要学学不到 所以我就想起一件事情 长辈说 你若有100万买一间房子 没遗憾 出品哪赞 万金买出品 当然打破化截了 文文姐刚才都没有讲数字 他刚才捐赠的这三年来 都是100万 他都没讲 给他掌声 捐赠给我们台北市的防疫物资 所以为什么我知道 是因为市长亲自颁奖给他 感谢 而且他很低调 他其实都没有告诉别人 他除了努力的把钱捐给市政府做防疫 照顾所有人民之外 他还把钱捐给我们办艺文活动 然后自己口袋两袖清风 我这时候工商服务一下下就好了 我们28号呢 因为还是要有一个实体线上 让大家知道迪化街还在 疫情会走 迪化街还在 所以28号是 我们跟虾海城隍爷爷 跟我们区公所的 列列大高城的活动 再加上我们文化局 我们新文化运动馆的活动 我们会在那边有一个开幕活动 是28号的2点 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会邀请 黄珊珊副市长立临现场 跟大家加油打气 就是希望大家在地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很快疫情就过去 很快就会走出 我们会继续越来越繁荣 为期一个月的 2022台北峡海城隍文化节 将在5月28号到6月30号登场 欢迎民众共襄圣举 感受宗教信仰 结合在地文化的魅力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